在路障 龙牙之间穿梭 这支乌克兰无人机小队 抢在太阳下山前赶紧去找躲藏处 在俄军无人机还没发现他们之前 务病只有短暂的时间 能够架设吸血鬼无人机 展开暗夜跨境攻击 哈尔科夫距离乌尔边境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距离 但乌军想要袭击俄罗斯境内危机四伏 因为自己的头顶上随时可能会出现敌军无人机 一架才刚飞走 另一架又袭来 一整夜来来回回躲藏至少三次 乌军好不容易在吸血鬼无人机上 安装地雷出动飞往贝尔格罗德 透过这个方式是要阻挡俄罗斯军队 南下进攻哈尔科夫 跟拍的CNN记者说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乌军 透过无人机在俄国境内埋下地雷 除了派出无人机之外 乌军不断言平了老命死守哈尔科夫 乌军总统自立斯基声称 目前北边局势已经获得控制 然而美国却提出警告 真实状况恐怕没有乌克兰想象的那么乐观 事实上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 大约有150名美国军事训练人员在乌克兰境内 你目前为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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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,俄军不止对哈尔科夫发动新一轮空袭,还声称完全攻占东北部 鲁干斯克地区的一座小镇,比洛霍夫卡 美国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报导,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,乌角大厦可能将在这周宣布新一轮军援,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军的新攻势,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,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